大同大學實驗室去年三月發生火警 第一時間以為是實驗導致 警消後續調查 禁止毒蟲藏神校園 租實驗室製作毒品不慎惹得過 校安議題備受重視 有不了人向三立新聞爆料 內部教職人員大踢爆 大同大學有多棟的建築物是違建 沒有建築使用執照 爆料人說的就是四面都是用鐵皮搭蓋 連屋頂也是鐵皮的體育館 沒有建築執照 大同大學歷史悠久 一九五六年以大同工業專科學校創立 一九六三年改至大同工學院 一九九九年升格改名大同大學 老舊大樓管線雜亂 牆面斑駁 甚至到處裂縫 頭孫指出 電機所無建造 一旁綜合大樓無建造 高中部大樓也無建造 質疑學生都在維建中上課 一個沒有建造的建築物 怎麼可能去申請一些結構安全的檢查 教育部藉由校舍辦理補照 執行情形的這個調查 就大同大學來講 就是有兩棟建築嘛 一個是置身紀念館 一個是綜合大樓 校的建築我們都是有定期在做安全檢查 當然不可能會有這個安全餘地 還讓學生去使用 台北市府建管處調書資料 今年七月曾接獲民眾檢舉 大同大學校舍維建 經查有五處鐵皮屋包含體育館 屬於一九九四年前的寄存維建 都拍照列館 後續也將關注校園內的建築物異動 畢竟這攸關 視身安全 三億區議員 郭元松 陳昭文 瘦子洋 台北報導 私不可以懲吻 散尼 賞 2014日 拍手 楊